佩蒂家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不跟他们一起蹦迪庆弓吗 那两个兄弟天天烦我 庆弓的心情都被他们破坏了 开心点嘛 再说了 贝丽亚好不容易被我们消灭了 贝丽亚是不可能被消灭 这辈子都不可能 他都已经复活贼多次了 有可能被消灭吗 距离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 不会哟 clap clap 倍丽亚在为难我那两个变形金刚兄弟 天天晚上出来 围着他们出来唱歌 他们快崩溃了 所以光的传人拜托你了 协助我们消灭贝利亚神吗 行吧 反正我最近没事干了 就替你走一趟 记得各种费用 够一个亿哈 我这身皮都不止一个亿也完了 这个冬天我八成无聊 就这两汉汉 需要我帮忙 请天助 直接一个航天费 砸死他就好了 这句话颇有装十三的气息 咳咳 所以也不至于我来吧 我都做好和西北风的准备了 快上 好吧 我整理一下东西 就帮他们 先帮你造一堵房子 你们需要什么样子的 海景大别墅 需要什么海景大别墅 你不知道小铃铛的技术 麻烦造一座辽宁行 谢谢 你们这项太低了 都好简单呀 看我帮你们建作大的 好坏的房子 兄弟怎么样 这房子豪华不 大不大 呵呵呵 真大 真豪华 这个火柴可真不错 这栋房子 可帮你们今晚无余 然后我就在这里养金蓄锐 等待晚上消灭别利亚 晚上到了 结果除了个大大的月亮 还有两个憨憨的呼噜声 还有什么呀 贝利亚的影子都看不到 神经病呀 哎呀 情报显示错误了 贝利亚不在这个星球 什么